台湾高雄发生百年强震 镇央甲仙乡发生多起山崩 嘉义台南等地也陆续传出灾情 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带您直击第一现场 不见的全国政协委员们聚守北京 建言献策谋划未来 尽可能的防疫群政的牺牲 全国政协委员集聚北京 台湾媒体追捧明星委员 胡志强已经补充会面 争取国民党提名其参选大台中市长 苏贞昌参选台北市引发2012选举风暴 绿营反向操作七好宝马 让他当选台北市长 留在台北市不跟马英九来竞选 这个就是七好宝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敏初期降临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台湾高雄发生的百年强震 据台湾媒体报道 今天上午8点18分左右 高雄县甲仙乡发生规模6.4级强震 福建的福州 厦门 泉州 漳州等地均有较强震感 台气象部门表示 这与之前致力发生的8.8级强震无关 是板块推起屏东潮州断层而引发的 这次地震阵阵阳就在去年八八风灾中受灾严重的高雄县甲鲜乡 强烈的地震让当地多个地方发生山崩 让当地民众惊慌失措 台北底电大厂 当天是天摇地动 吊灯摇摇欲坠 台气象部门地震以指针不停来回滑动 上午8点18分 高雄甲仙回摩6.4级强震突袭全台 镇央在高雄甲仙东南方17公里 深度非常浅 只有5公里 非常接近地表 是发生在岛内陆地的浅层地震 嘉义台南最大震级6级 云林高雄屏东5级 彰化南投台东4级 苗栗台中花莲宜兰彭湖3级 台北桃园新竹2级 镇央甲仙街头的监视器画面瞬间断续 由于当时剧烈摇晃 电力一度中断 没多久电力恢复 却看到监视器画面歪斜 镜头往上涨 另一头关西村原本翠绿的山壁上 明显有土石覆盖过的痕迹 地方就在靠近我们关山村关西 一项那两个地方都花生山崩 当时的时候就好像是 人家放煙炮一样 那个烟火一样 就是那个沉潇漫步 从来就没有碰到那么多 赶紧逃命出来的乡长 看到如此山崩地裂的景况 脸上满是惊恐 更没想到 看起来崭新的乡公所建筑 二楼墙壁 却被地震震出长达四公尺的裂痕 更夸张的是 停在六归乡老农溪附近的银色轿车 也在地震当时受到无望之灾 专墙倒塌 把车砸得稀巴烂 出现百年以来罕见的强震 台气象部门强调 这跟先前致力8.8级强震 没有关系 台湾的地震合同跟这些板块都没有关系 范围内是有出现过几次规模5以上的地震 但是6以上的地震 这还是第一次的 甲仙6.4级强震 威力相当于两颗原子弹 六分钟后 余震接着来 上午8点24分 甲仙载震规模4.8级 深度20公里 上午9点以前 甲仙总共发生四次规模3.4级以上的余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此次地震发生时 全台各地都有震感 正在行驶的高铁和高捷列车也受影响 其中高铁还疑似发生出轨意外 列车一路颠簸急速跳跃 最后紧急刹车 乘客受困最少两小时 高雄捷运也因地震而停驶近一个万小时 此外地震还使得高雄县山林乡的几户明宅倒塌 而台南一家纺制厂也在地震中起火被烧毁 索性一千名员工安然无恙 轰隆声响 屋后的农舍整个倒塌 围墙就像从地面被连根拔起般 墙倒了地空了 甚至还出现长长的裂痕 高雄县山林乡新庄村 村民们感受到了地震的威力 不仅农舍全毁 前头屋子也严重受损 瓷砖掉了 画歪了 还好没有砸伤人 而有百年历史的三合院几股措 受损更严重 而整个三合院 土墙砖墙全倒了 一旁的专柱还挂在半空中 岌岌可危 突如其来的天摇地动 真的把人吓坏了 整个新庄村 有四五户人家房屋严重毁损 还好人员都平安 除了房屋受损 地震还在台南县引发火灾 镇镇浓烟直出天地 熊熊大火不断窜烧 台南县山上乡的红圆纺织厂 发生大火 由于现场都是一元的纺织成品 有可能性别大物 总共六层楼近两万平方米的纺织厂 陷入一片火海 工厂员工说 造成这起火警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剧烈摇晃 导致仓库三楼设置 大型变电箱窜出火苗 火势迅速延烧 地震引发的火灾 烧毁了工厂 也使得台湾交通大受影响 其中高铁110号列车 就传出疑似发生出轨意外 乘客形容就像是 坐时速300公里的云霄飞车 一路颠簸急速跳跃 最后紧急刹车在台南 受困最少两个小时 在全面断定的情况下 车上340名乘客 仅能靠前后开启的车门 取得微薄的空气 一位老奶奶因为太过紧张 还差点昏厥 更夸张的是 乘客还捡了不少掉落的高铁零件 历经惊血一刻 高铁乘客都庆幸 列车在地震中还平安停住 让他们安全 而大地震造成高雄县 连接屏东县的高尾大桥 发生严重净裂 水泥块散落一地 裂缝比一个拳头还要高 桌面跟这个底下 已经落差大约20公分了 严重的塌陷使路面不平 高雄县公路单位 今天上午9点封桥检视 而高美桥边沿路的民宅 围墙塌 屋顶毁 民众的惊恐还是看得到 这场地震除了造成桥墩裂痕外 高雄捷运也被迫紧急停止 差点就让赶行程的旅客卡在中间 他要叫嘉宜 他要叫去新营 那所以现在我只跟他讲 我们这边预计是一个小时内 就会恢复阵场 这是我第一次地震在台湾 我来自加拿大 高捷红举两线 今天最少都经过90分钟 这任轨道状况稳定之后 才逐渐恢复通车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不仅使得台湾各地传来灾停 也让交通大打劫 地震发生以后 东南温石驻台记者贾至景 第一时间港朗地震发生地高雄 下面我们通过稍早前的连线报道 来了解一下他在现场的独家观察 和这次地震震后的最新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高雄县六归乡的三公所 那么从今天早上 是高雄县传出了六点四级地震的灾情 那么从那个之后 我们所陆续掌握到的情况 是在高雄县灾情传出比较平易的地方 就是一个是六归乡 另外一个就是贾鲜乡 那么现在这个六归乡乡公所 你可以看到我身边 是台湾各大电视台的卫星直播车 都随时在这里待命 从今天早上开始 他们就陆陆续续地传回 当地灾情的这个实时的一个报道 那么就是我们了解 在六归乡这个地方 大概是有十余户的这个民众 他们的防射是在地震中受到了破坏 那么出于安全的考量 是要在今天下午就把他们 从家里面就是迁到当地的一个天后工厂来安置 那么有当地一处的这个小学校呢 是就我们了解他们之前 刚刚做过这个地震的这个灾情的一个演习 可是没想到之后马上就发生地震了 首先呢还是疏散的比较得力的 而且很迅速 那么在这个乡公所里面呢 我们刚才进去了一趟 发现当地的这个就是乡长啊 还有包括当地的一些官员呢 他们都是时刻的在这个戒备 他们一直是在会议室里面开会了 随时掌握这个灾情 以及做出相应的决策 那么一路来到这个高雄县 这个地区的时候呢 我们在车上也是听到了 台湾当地的这些广播 发现了当地的这个媒体 对于马当局啊 这一次在这个灾情发生之后 他们的一个应变的速度 还是给予相应的一个积极的 这个正面的一个这样的报道 那也许他们的评价是 大概是在发发所在之后 不管是收到了相应的这个经验也好 或者是教训也好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执政团队动员起来 是在第一时间 而且还是相应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新闻 不见的全国政协委员们 拒守北京 建言献策谋划未来 尽可能呢 放映群众的新生啊 全国政协委员集聚北京 台湾媒体追捧明星委员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 三号下午隆重开幕 肩负着人民的重托 福建省的全国政协委员们 拒守北京 畅谈海西 谋划未来 肩负着人民的重托 福建省的全国政协委员 和各地的委员们 纷纷建言献策 更兴奋 更鼓舞 而且呢 也更有更大的鞭策 春节 总书记呢 胡锦刀同志呢 清零福建呢 这个进行视察 所以我们全省人民 正在深入学习贯彻 胡锦刀总书记 春节到福建视察的重要情绪精神 那么 化为实际行动 来推荐海峡西岸经济 建设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贾庆林主席三号下午 在大会上所送的报告 为今年政协工作指明了方向 委员们表示 福建省要抓好国务院办法 关于支持加快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 若干意见的落实 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 我专门一个提案 就是关于 推动领台的经济一体化 促进海峡经济发展 有个专门的提案 我们这次有带来台商 台生包括我们台包的一些提案 我们习惯通过这些提案的提出 能够促进两岸人民的交流合作 促进咱们两岸的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针对福建人民所关注的 各种经济发展的问题 社会民生的问题 这个民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问题 我想尽可能的反映群众的新生吧 今天台港媒体持续高度关注两会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日连接环节 来了解一下台港媒体对两会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 三号在北京开幕 对于全国政协主席夏信玲 所做常委会工作报告 今天台湾媒体纷纷关注其中涉及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内容 关切大陆如何具体推动两岸经贸关系 称大陆是否会有对台工作新方向对手关注 台湾联合报今天刊出题为 对台任务贾兴林表示深化交流的文章 文章注意到贾兴林提出 要不断扩大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 社会组织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的交往 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文章认为贾兴林的报告提出了政协今年的对台工作部署 而今天台湾中国时报局委贾兴林表示 推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报道 关注贾兴林指出 要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 发挥政协独特优势 推动两岸大交流 促进两岸大合作 今年香港文汇报刊载文章指出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 毫无疑问 今年两会还将进一步聚焦名声议题 近年来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 成为了中国老百姓沉重了负担 由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顺应名义遵循时代呼声 开始了新发展阶段的探索 随着两会的召开 这个具有时代最征的新政也将呼之而出 香港大公报今天的一篇文章则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昨天下午看望参加全国人大会的福建代表 他说希望福建充分认识 并紧紧抓住大好机遇 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又好又快发展 文章认为 今年春节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福建 贺国强昨天看望福建代表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发展好两岸关系的重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台港媒体对两会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三号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2154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 台湾媒体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具有高知名度的明星委员们 像是大陆短跑剑匠刘翔 知名导演张艺谋都成了采访的焦点 来看台湾媒体的报道 每一次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都像这样陷入风险 记者推及尖叫 环团围住的是大陆的短跑剑匠刘翔 很想停下来说话 但人实在太多 眼看打不住了飞毛腿干脆漏跑 完全发挥他世界级的短跑冠军实力 刘翔一丢烟跑不见了 大导演张艺谋马上上场 你有看过这个Manga最新电影吗 虽然还没看过Manga 但连台湾最夯的电影他都知道 果然有掌握到最新脉动 对台湾很了的 还有他演皇帝的陈道明 还有曾经看周杰伦合作过的 教母级民族女歌手宋笃音 没有这样的安排 大陆这些开大会 各行各业代表都来报道 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新闻 胡志强与金谷松会面 争取国民党提名其参选 大台中市长 大专长表态参选台北市 苏贞昌被指意在2012 蔡英文苏贞昌互动引发关注 金刚没有2012才能有2012 苏贞昌参选台北市引发2012选举风暴 绿营返向操作七好宝马 让他当选台北市长 留在台北市 不跟马英九来竞选 这个就是七好宝马 小新内容稍后欣赏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我们来关注年底五都选战的消息 台中市市长胡志强 今天下午前往台北 与国民党秘书长金谷松见面 据台湾媒体报道 胡志强此行是希望争取 大台中市长党内提名 不过国民党五都选举求胜心切 党内传出劝禁胡志强 转战大高雄市的声音 此次会面 胡志强也希望以自己的方式 拒绝参选大高雄市 拿志愿卡来党中央报名 胡志强还是更改 幽默建招秘书长金谷松 花了四十分钟 终于把自己的志愿卡填好了 现在愿意把第一志愿 这个作为台中 也就是他唯一的志愿 这一次我志愿一定嘛 一个人好像只能写一个志愿嘛 没知道也没有叫我田第二志愿嘛 这运卡交给金谷松 现在就等党中央榜单公布 我们当然立刻就开始展开协调的工作 因为现在已经有人表明了参选的意愿嘛 从党的立场我们立刻开始 传出党内其他人有意愿参选 就怕重演一次又一次 皮和肉负和整合失败的戏码 金谷松口中还是挂着提名机制 下星期三还要亲自南下台中 Long Stay两天一夜 宣布最后人选之前步步为营 同样谨慎的态度也放在新北市人选上 自己才刚受过选情顺息万变 苏正常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后 国民党的新北市还会是朱立伦吗 一定不会让各位久等 一定尽快的跟各位说明 这位时机还没成熟 就是不肯先说白 毕竟五都选阵是自己关键一阵 真的海风一片没有被当成重点 我习惯 市长那个不是叫错 市长这个亏得太凶了 害我的紧张叫错了 不小心把人家头衔给喊错了 为了五都选阵心事冲都要伤身 苏正昌三号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 场面声势浩大 民进党在台北台中以及台南各区的明代 除了谢长廷的人马之外 几乎全部到齐 不过民进党中央只有一名干部到场 外界解读 苏正昌在党内机制完成前 先表达参选志愿 不够尊重民进党中央 因此与党主席蔡英文关系紧张 在这些传言满天飞的时候 蔡英文面对媒体时则是面带笑容 似乎是云淡风情 蔡英文笑咪咪和记者打招呼 只是之前才传出两人见面协调参选 似乎话不投机 只谈了半小时 而且苏正昌昨天宣布参选台北市的公开说明会 也只看到柯建宁一位民进党中央干部现身支持 更让人怀疑蔡苏两人关系恶化 不过苏正昌原理是真的没有民进党中央啊 苏正昌这个小地方顾虑到看英文的感受 民进党中常会开完后 发言人也很微妙 主动大声称赞电火球 只是按机制民进党还是要经过所谓五都协调小组拍板 才确定谁抗党齐出战 苏正昌依照自己节奏抢先开口 稳住了台北市这一颗棋 也让蔡苏互动被外界放大解读 苏正昌宣布参选台北市 可能就会对上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 台湾TVBS电视台带苏正昌宣布参选前一天跟当天 针对两人做出最新民调 宣布前一天愿意投给苏正昌的人占38% 郝龙斌45% 宣布后苏正昌支持度却涮升到44% 郝龙斌跌至42% 至于苏正昌说如果当选不会选2012 有三成四的民众相信 五成民众不相信 尽管民调起起伏伏 不过苏正昌日前表态角逐台北市长 并承诺如果当选就不选2012 这番话现在引发政坛小力 有国民党议员就质疑 苏正昌只承诺选上就会坐满任期 如果没选上是不是就要转战2012 而绿营则是反向操作弃好宝马策略 呼吁来一民众让苏正昌当上台北市长 这样才能排除马英九2012竞选连任的障碍 苏正昌前一天宣布挥军台北市 隔天不愿露面 私下请人送早餐给守候家门口的记者 但苏正昌说的心中没有2012 立刻引来国民党议员批管 你是完真还是完假 那么你落选呢 你是不是会去参选2012的总统 苏正昌先生你必须要赶快跟陈水扁做切割 恐怕我们台北市民这票投给苏正昌 是不是也等于投给陈水扁 蓝营呛苏出招 第一步把苏正昌和陈水扁画上等号 还剖析苏正昌参选大位密码 堪称史上最诡异的战役 民进党见招拆招 操作泛兰选民含泪气好宝马策略 很多泛兰的选民打算把票投给苏正昌 就让他当选台北市长 留在台北市不跟马英走来竞选 这个就是气好宝马 苏正昌角逐台北市长引爆政坛大地震 选的是台北市 好苏对决却延伸成2012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战风暴 台湾艺人熊海银 代言法国减肥产品是钟蜡 被原厂商提出跨海控告侵权 求偿18亿新台币天价赎赔 熊海银反告法国医师妨碍名誉 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出抗议 告他妨碍名誉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继续关注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全国两会期间海峡新干线从3月3号至3月14号的停播时间 调整至4日早上的7点整 此外东南卫视在中午12点整推出 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海峡五报顺眼至12点20分播出 敬请关注 好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